冯一娘 三少夫人真是好人啊 人家冯一娘这么对她使脸色 可是三少夫人还是不接前行 顾着冯一娘心情 可不是啊 三公子能娶到三少夫人 简直是修了几辈子的福气 什么 陆公子莫非不是来看冯一娘的 自然 我自然是来看望表妹的 那刚好 就由我带陆公子去见见冯一娘吧 走吧 嗯 冯妹妹可在 回收夫人的话 国家小姐身体今天不舒服 所以说不能见客 请夫人还是回去吧 是这样的 陆公子是冯妹妹的表兄 昨日冯妹妹受了委屈 我想着她今日见到陆公子 毅然心情会舒服不少 请问三少夫人 你为的小姐表兄是哪位啊 三少夫人 你是不是弄错了 我伺候小姐十多载 我家小姐非会没有行路的表兄 娘子 你怎么会在这里 夫君 你来得正好 这位呢是冯妹妹的表兄 陆子墨 他今日来是想来看看冯妹妹的 陆公子原来是冯一娘的表兄 幸会幸会 苏三少爷 同样幸会 夫君 你说奇怪不奇怪 陆公子自称是冯妹妹的表兄 可是胡婆子却说 他从未见过一位新陆的表兄 这 哦 还有这么奇怪的事情 他冒充是冯楚楚的表兄 突然来到苏府 究竟打的是什么主意 陆公子冒充是冯一娘的表兄 寓意何为啊 好笑 苏三少爷和三少夫人 仅凭这个婆子的一面之词 可以认定我这个表兄 是假冒的 二位不觉得对我来说 太不公平了 陆公子 这回说笑 老婆子我在府衙 可是待了整整数世子 大人平常认识和结实的朋友 老婆子我怎么可能不清楚呢 你要是记性不好 大可以叫楚楚出来 我都要看看 他认不认识我这个表兄 既然如此的话 我们就让冯一娘出来 见见陆公子以做确认 若是冤枉了陆公子 那便是我们苏府的不是 父亲 你终于来了 冯一娘 你看看这位是不是你的表兄 嗯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